永和护正事务所每年都会和当地艺术家或是艺文团体配合 固定时间在大厅展出各项艺文展品 今年上半年和永和市民大学合作 邀请管秀英老师展出多年创作成果 主题为八十留肯书画个人作品展 我们永和护正事务所长年以来 我们都会跟我们在地 结合我们在地的永和地区的艺文的一些老师或书画家 来做一些长期在我们听册里面的一些文化的摆设跟展览 来促进我们这个听社上面跟文化的一些结合 一开始就是无聊嘛 在家里看电视做的也没意思 所以就对画作比较有点兴趣 所以就去学画 年纪这么大八十岁这个年纪 能够今天有展现这么一些的作品 非常非常不简单 就是非常不简单 值得鼓励 值得就是说像我们社会上一些老人 就多出来走走来学画画 另外在1月16号下午 永和护正事务所也为老师举办开幕常会 立法委员林德福 以及地方名义代表都到场参观 立委林德福表示 管老师虽然已经八十岁 但还是创作不错 鼓励其他长辈也可以像管老师一样 开创退休生活第二春 我看到他的画非常地用心 可以说像他有这种年纪 而且他的书画都能够在他一个公共场合来展览 让大家共同来观赏 除了最新于绘画 管老师在书法上同样有研究 在开幕常会当天也挥靠春联 致赠来宾以及前来洽工的民众 提早向大家拜早年 中间新闻林凯君永和报导 感谢您的观看